看了那么精彩的花絮呢 已经非常期待我们今天晚上的盛典了 那就在今天下午呢 我们的风从东方来娱乐影响力盛典的红毯 是在上海大舞台的外场举行啊 现场可谓是星光璀璨 赶紧来看看我们的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报道 风从东方来2015娱乐影响力盛典的红毯啊 即将在我们身后就展开了 虽然现在红毯还没有开始 但现场已经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在这边翘首以盼 要数当今娱乐圈谁是霸平男神 还不是那个左手一个伪装者 右手一个狼牙榜 怀里还抱着大好时光的胡歌嘛 率先登上红毯的胡歌 一身黑色长西装 搭配蓝色亮片衬衫相当时尚 如今晋升为国民男神了 刚过儿历之年的胡歌 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了呢 如果说有了小孩之后啊 会往这条道路给他培养吗 会给他也就是希望走你自己走过的路吗 妈还没找到呢 先来讨论这个问题有点遥远 但是我想象中 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应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不会去干预他的选择 顺其自然 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如果说他要选择他父亲的这条道路 我会给他 我会给他我的建议 也会全力支持 看他吧 看他吧 哎呀好像搞得我已经有孩子似的 事实上除了胡歌之外 还有一位资深男演员 也在最近收获了满满的人气 他就是名家大哥静东 俊朗的外表 陈吻的性格是静东的圈粉法宝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可爱了 静东还真是一个百分百的戏痴 我们想要知道15年前你许下过什么样的心愿 就好好演戏吧 好好演戏 那15年之后你会再许一个怎样的心愿 希望能拍出更好的戏吧 别以为红毯是女人们的天下 这帮男人们的出现 才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羊眼 如果大家喜欢小鲜肉 赶紧看看小绵羊张艺兴 虽然是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换上一身帅气西装 但是脸上的阳光 青春的气质是挡也挡不住的 作为我们的好朋友 小绵羊曾经在节目中搭档丽青 客串主持了一把 好友相见自然是心情棒棒的 是直播对 你也是主持人哦 所以赶紧进去好好准备一下 吓你的了吓你的了 好言归正传 那我们要邀約一下 如果说接下来极限挑战 你再参加的话 会不会以这样的身份 再来到我们娱乐经历 和新人在线直播 如果邀请我的话 我很荣幸过来 那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摆一个 我们这个这就是命的pose 可以吗 321这就是命 虽说以上几位男神 个个是有心有款 但是要说这段时间最为热门的 那自然还要数咱们 新于乐在线的代言人黄小明 一身黑西装 加上一个简单的寸头 咱们的黄教主 那是相当的精神斗手啊 虽然少了老婆大人的陪伴 但是小明哥哥 还是必须把代言人的责任尽到位 那你还记得你15年前 自己许下的愿望吗 有一天会想到 娶到这么美的妻子吗 最主要她还是上海人 上海人 今天她为什么没有来啊 她在工作她的 对 15年之后 你没有想象过 二位的生活会变成怎样 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15年前正好 是我2000年定学院毕业 然后第一次踏进社会工作 然后到今天为止 恰好也15年了 所以我是看着星恶在现长大的 哇 真的 之后要接着收看哈 对对对 好啊 我们会一直支持的 嗯 因为BB是上海人吧 是 不到您的新闻 我们绝对是一枚之词都送上的 是 但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要催一催 这么好的基因 加油 好不好 好不好 跟前面几位酷酷帅帅的独星侠相比 下面的几位明星的红毯 就是幸福温暖范了 升级父母快 一年的期威和李承炫 走到哪儿都还是热恋情侣的样子 我们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啊 造型的部分一直都是我在负责 我们家庭的造型不管是老公还是宝宝都是我来搞定 都听你的啊 那你心甘情愿的听老婆的吗 那当然的 我老婆今天穿的霸气 霸气 而且她后面才是经典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秀一下了 来来来 后面 哇 哇 说到好搭档不得不提的就是和新娱乐在线 同庆15岁生日的TWINS 两位大美人今晚走的是成熟姐妹风 阿娇一身印花小群优雅大方 阿萨则是黑皮衣搭配小洋装 酷劲十足 15年的消失相伴令人动容 人生若只如初见 往事也是历历在目 第一天见面是 那天公司刚好有一个 唱个比赛的after party 那天是我第一天签公司 那我比她早到那个现场 之后就有人开门了 就有人蹦蹦跳跳的跳进来 那个就是她 你还有印象吗阿萨 有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女生 好漂亮 就坐在门后面 然后我就想 我要过去跟她打伞 永远爱你 同样作为亚洲女子天团的SHE 也有相同感受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每一个瞬间 常常都很感动 尤其是在舞台上 我们一个眼神的交流 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那种默契是无可取代的 幸运地线上海独家 接下来 这道路